继续来关心这一起司法判决 现在大家说这样判会不会太轻太离谱了 这名嫌犯宋姓嫌犯 他先前将一位女子性虐待致死 法院一审判他无期徒刑 不过最近二审的时候法官说 这嫌犯在死者命危的时候有报警 所以没有杀人的意图 也因此轻判他数年半的有期徒刑 你知道吗 平常没时间跟我现在 张杰目前有说有笑 香水达人宋志宏 长相斯文一表人才 不过在98年底 他因为对一名黄姓女子 以性虐待的手法将对方淋虐致死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不过上诉后 法官却改判成15年又有6个月的刑期 改判他15年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对你儿子比较公平 公平不是华律在裁判的 也不是我孙爸爸在裁判的 会让散发出甜甜的味道 在电视上小有名气的宋志宏 侵略带女子致死 只被判了15年半 很多人都不敢置信 因为一审判决指出 宋志宏不但用毒品控制该名女子 还长期施虐 用水管抽打 奠及痛殴 甚至拍下施虐画面 下手就狠毒 早已超乎常人行为举止 不论宋志宏是否为主动施虐 不过二审时高院认为 宋志宏在死者命危时 有主动报警 所以认定他没有杀人意图 而改为重伤害致死罪 判处宋志宏 15年半的徒刑 而全案宋志宏 仍可继续上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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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